各位阅读基因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这一次我们阅读基因会带来这本书籍 叫做金钱与工作 由奥修大师所写的 奥修出版社出版在2005年的11月25号出版 然后呢 译者是 千达纳先生 千达纳他在奥修出版社的这个系列的书籍当中 他翻译了超过50本 奥修相关的书籍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既然要做这本书 可能很多人接触过 奥修大师的书有些人没有接触过 但是呢无论如何 在现代的时代里面很多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些困惑 或者是有一些痛苦焦虑不安 那我相信奥修大师的相关著作 直指内心对你会很有帮助 那当然谈这本书 如果由我来谈 那可能各位会有点小小失望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来邀请到 这一系列书籍的译者 就是千达纳先生 千达纳你好 你好你好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觉得非常有荣幸 那时候打电话做联络的时候 心里还不是那么有把握能够邀请到你 不过现在在你的这个家中 来跟你做这样的访问 我觉得充满那种智慧的感觉 当然各位听众你是没有这样的 你是没有办法透过声音有这样的感觉 不过没有关系 待会的内容当中 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奥修师傅的智慧 那是不是请千达纳帮我们介绍一下奥修大师 因为很多人对他可能只是听过但是不是很认识 奥修有时候被定义为所谓新兴的宗教 就是新的宗教 那其实他是可以跟佛陀耶稣 或是那些成道的穆罕默德 或是所谓的禅师 并列的一个人物 那为什么他有资格可以并列 就是说他是一个成道的人 成道的人已经达到智慧的最高端 就好像佛陀已经就近涅槃了 那奥修也是达到同样的那种极高境界的 所以他的智慧不是从别人那里而来的 他的智慧是从自己里面开花出来的 所以就像那个佛陀或是耶稣 他们的东西可以流传千年 奥修的东西同样是可以流传千年 就像奥修自己在那个金刚经里面所讲到的 他说佛陀转动这个法轮到现在2500年 然后那个能量可能已经有渐渐变得缓慢一点 那缓慢的原因 就是说他奥修其实也很肯定佛陀的智慧 佛陀绝对也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他跟我们还是有一个时代的差距 然后他讲的语言是适合当时的人 那奥修说我重新再转动这个法轮 换句话说奥修以比较现代的语言 来讲跟佛陀类似同样的真理 那这样对我们的帮助可能又会有更多层面 或是说更符合现代人的那种状态 所以奥修是一个现代成道的 或是叫成佛的师父 我看奥修师父他的相关著作 里面其实大量引用各个宗教 各个宗教的先知里面的东西 那其实如果他要称作是一个新兴宗教而言的话 那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去质疑挑战 尤其是比如说有些人是信奉这种我们所谓传统的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等等这些 那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不知道如果以奥修师父他的一个想法而言 他是怎么面对这些东西 就我的了解 真理只有一个 宗派是人分的 就说其实大家虽然你信仰基督教 或是你信仰佛教 你信仰佛教 其实大家信仰的真理应该是同一个真理 世界上就只有一个真理 但是就说他们要把它分成说 我这一派叫什么 他这一派叫什么 可能有不同的传承不同的师父来 然后他们就传承那个师父 或者说传承耶稣的 或者传承什么 但是其实真理是不分宗派的 所以你看奥修他可以讲东方的老子庄子 他也可以讲佛陀 他可以讲西方神秘家 所谓神秘家也是成道的人 然后他也可以讲很多不同的禅师 而且禅师也是成道的人 比方说像一祖达摩 那要成为六祖是慧能 这个我们一般比较知道的 三祖生参 二祖会可 就是说要成为一祖 就是他本身必须是成道的 他才有才有那个能力 才有那个可以被称为一祖这样 所以那些 所以奥修讲很多成道的人 事实上所有这些世界上各路各派的成道的人 对我们人世间的智慧 对我们人世间都是很有贡献的 这些人都很有 但是有些人可能他的流传的比较广 对有些人他流传比较没有那么广 对比较流传没有那么广的 他们可能就称他为神秘家 对就比较神秘的 但是其实他也是很有很有智慧的一个 所以奥修把所有这些东西就尽量的 透过他的生涯就尽量把它传播出来 那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他本身是成道的 他本身是证悟的 所以他看到比方说他看到金刚经 他看到心经 他看到这些禅师的著作 他就能够直接知道他的内涵 他虽然不知道中文 但是他看到老子的东西 透过可能透过林语堂翻译过去的东西 他就知道他的内涵是什么了 所以其实我们看历史上很多的 比如说宗教战争等等 如果以刚刚您提到的那个观点来看 其实我觉得那个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对其实我 就我来看 台湾也蛮无聊的 爱不爱台湾其实大家都蛮爱台湾 对对 就我来看就是说 宗教战争就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势力 所以那个是有一点比较像是争权夺利的味道 而不是在追求真理的味道 对其实是追求人的那个政治欲望 权力欲望 而不是 对我来讲 比方说奥修讲耶稣 跟奥修讲佛陀 同样对我都有帮助 对 耶稣的道理也是有真理在里面 佛陀的道理也是有真理在里面 蚕食的道理也是有真理在里面 所以那些成道的人的智慧 那些道理全部都可以来帮助我 对 全部都可以来对我有好处这样 所以我吸收全部的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谈的话 我们今天谈的是金钱与工作这本书 是奥修出版 这个奥修心灵系列第24本 那是不是请前大大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本书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然后呢 它里面有哪些个部分 这一本书就是说 它是一个截录本 对 因为奥修所讲的东西 它的资料太多了 包罗万象 那包罗万象这里面 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方向来讲 一个是所谓的求道面 就是你要深入去追求真理 这求道的这个 比方说他们去静坐 或是去深入去出家去修行 为的是什么 就是要达到究竟涅槃 就是要成道的意思 所以这个修行面 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奥修谈论的书的重点之一 然后还有一面 就是所谓的生活面 因为奥修也觉得说 除了生活以外 没有其他的宗教 换句话说 你的宗教 不是说只是星期天 或者是某一个时间 然后再去拜宗教 这样 而是说宗教的那个理念 必须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的每一个片刻 都是跟宗教有关的 宗教就是你的way of life 就是你的生活的方式 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这本书讨论的主题 是金钱与工作 那金钱的确牵动了所有人的神经 那工作也占了 占了每个人 尤其现代人的大多数的时间 都花在这上面 那我在看这本书里面 奥修师傅他有提到 左巴和佛陀 这样的一个比喻 那其实我觉得他好像 他对金钱和工作 或者是谁的金钱观 你怎么定义价值 好像是他还蛮重要的一个核心观点 那是不是请 先大家帮我们来做一下说明 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讲 奥修的其中理念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佛陀的左巴 佛陀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 他们叫Flying in the sky 就是很高超的一个人 你看他对于 他是一个王子 他本身都可以放弃掉 这些世俗的王位 这些东西 他都可以不要了 所以他真的是 就是然后他就行起 吃到 然后左巴呢 左巴是一个希腊的左巴 他是一个享尽人间艳乐的人 就是说世俗的一些欢乐 或是好玩的什么东西 他都尽情去享受 那奥修的理念就是说 他希望把佛陀跟左巴结合 就是说你既是一个 可以享受人间所有东西的人 你也可以是一个非常高超的人 两个可以同时存在 这个理念是以前比较没有的 以前好像或多或少 修行好像有 有好像被跟那个苦行连接 就好像说你修行就必须很简朴 然后很不能享受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甚至有人还讲说 你尝东西的时候不能尝那个滋味 这样太不够修行的那个味道 就是还有人用更苦的方式 就以为说修行就是苦的 但是奥修却把这两个观念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他比较特别的一个理念 奥修师傅好像针对这个 比如说佛陀 他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 和他佛陀的一个 比如说他的生活环境各方面 有针对这个做一个讨论 比如说他说到佛陀他的出身 尤其那一个世代的那些大师的出身 几乎都是享尽人间宴乐的那种背景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会觉得说 那个不重要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可能这一辈子还没有真正享受到 对 那些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追求 对 所以我们在讲说 一个真正成熟的求道人 是要怎么讲 看破红尘 就是很多人世间的东西 他应该都经历过了 经历过觉得他不重要 然后只有修行才是重要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求道人 像有些人他20岁就出家 我们有一些朋友他20岁就出家 结果他在人生的经历上面都没有经历过 性也没有经历过 那些物质也都没有经历过 然后就顿入空门 结果他在里面那些欲望还是存在 还是没有办法摆平 那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尖 对 所以我们那些朋友有时候就先还属了 就后来就觉得说那这样不是 他接触奥修的思想之后就觉得说 这样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让我很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我们自己比如说做很多事情 很多人说为了理想而做 可是我发觉很多人当他讲这个理想的背后 没有一些他的实质的经验做支撑 哇那个理想是空想 对啊 他没有办法实践 那您刚才提到那个所谓求道的人 那我们知道求道他必须要追求的 在奥修师傅的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要懂得去如何运用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灵魂 那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看我们下一段来继续来谈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第一段的内容先到这边 希望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期待我们接下来内容 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接着呢我们进入金钱与工作 这本书的第二段访问内容 访问的对象是钱达纳 那是这本书的译者 那我们在第一段的结尾当中要提到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想要得道 都想要证悟 那对于一个所谓求道的人 在奥修师傅这本书里面 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去 观照我们自己 如何去运用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心 和我们的灵魂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在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一个感觉 其实我们可能我们自己都知道 我们要追求一个是一个心 或者是灵魂的一个超越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会 被我们脑袋的一些杂讯 搞得自己很不开心 很快乐 那如果就以您的一个角度观点来看的话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 去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是取得平衡呢 还是去运用呢 去控制 以本控制呢 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心念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讲这个头脑 心跟灵魂 这个先去知道说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 头脑就是我们一般在运用的 对 它在做事情的时候是需要的 所以它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所谓的实用的价值 但是心是比较跟爱 比较跟慈悲有关的 这个部分不见得有所谓实用的价值 但是它却是可以增加你内在的愉快 快乐 当你比方说当你去爱一个人 你去帮助他 然后你甚至是给他一些钱 或是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 但是看到他的成长 你内心那个充满 是你金钱换不到的 对 可能你从外面赚到 一万甚至几千万 都不见得像你在帮助一个人 使他成长的时候那么快乐 所以新的功能有它的需要 对 有它的爱跟这个 本身内心充满的这个价值的需要 那头脑是有实用的价值 所以有一些人 他如果说他一直只是用头脑的话 他可能可以得到很多实力上的 实际上的一些财富 或是一些价值 但是他可能会失去了 所谓真实的快乐 那灵魂就是又是更深入的部分 灵魂就是你在宁静当中 你的最内在的核心的部分 那每一个人真正的安详宁静 是要当你能够在宁静当中 碰触到内在的核心 那个是最终的价值 那一般来讲 我们通常都讲灵魂灵魂 但是事实上很少人 能够在宁静当中 碰触到最深处的灵魂 那灵魂就是属于静心的部分 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缠坐 静静的坐着 他不去做事不是好吗 为什么要静静的坐着 他们的意思就是 要去开发内在的心灵 那这个内在的灵魂的部分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当你进入内在的核心的时候 当你是很宁静的时候 其实你对事情会看得更清楚 如果你光是用头脑 而没有那种清楚的觉知的话 没有很清楚的跟内在 很核心很深的碰触的话 你可能会在那边 怎么讲 跑来跑去做很多事情 但是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一个 就可能有一些实用价值 但是并没有达到真正好的那个效果 我们来讲 我不晓得不应该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们319枪战 在那边耗毁了很多这些 这些很多人力物力在那边追求 但是其实就我来看 我觉得很明显的 就可以看得到 它根本不可能是一个 自导自演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些疑虑其实是可以不要的 所以就不必再用头脑去追寻说 探讨说这个是什么理由 什么什么就再用头脑去探讨 其实用这个很清明的判断 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不是所谓自导自演的一个状态 这样所以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就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以前我们有一个建筑师 他也是讲究这个清明的意识 而不是讲究只是用头脑 然后他就说有一个建筑物 有一个社区 他觉得说门应该开在哪一边 对他的将来的发展比较好 那他们那种判断就不是说用头脑可以去了解 头脑可能一直去分析 一直去分析之后 可能会陷入一个迷宫里面 但是他用清明的意识判断 就是说这样安排就对了 所以结果按照他的安排是对的 那我们要怎么达到所谓清明的意识 达到所谓清明的意识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静心 静心 静心就是使你的心静下来 那静心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必须好像减少你的欲望 你才能够静下来 不然如果说你坐在那里 但是你欲望还很多的话 你头脑还是会继续活动 所以奥修有设计很多种的静心方法 在他的橘皮书或者是静心观照的书里面 他有解释很多种的静心 所以静心是一个奥修很大的一个课题 那要如何达到所谓的静心状态 这个有很多管道很多方式 可以去磨练你自己 您刚刚提到静心观照 也是你们相关的书籍之一 对对对 那我看先预约 下次有机会可以来谈这本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个状态 就是说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 不像过去就是说 当我们听到一个 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疑虑很久 现在的话其实 当我听到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可能网路上查 就很多的资料 我就可以看 可是我发觉心灵上的东西 他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 用你网路上查这些资料 没办法 看一看就当做智慧了 那些资讯是头脑的 对 所以真正要有智慧 要去深入静心 对对 才会智慧才会开 尤其现在人 就是说他看的是比较浅的 浅阅读啊 浅知识啊 浅理解 那我觉得如果能有一个方法 或者是一个途径 或者是只是一个观念 能够帮助很多人 在现在的生活里面 他更能够深入自己的内在找答案 我觉得这其实很多紛争就会没有了 深入内在就是要静心 就是奥修的不二法门 我们还有另外一本叫静心之路 其实奥修谈很多关于静心的事情 静心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你要怎么样落实 把静心落实在你的生活上面 那太好了 之后呢 一定要来请这个 静心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 每一个片刻都很绝执 就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片刻都很绝执 所以如果当你很绝执的时候 你也比较不容易再犯第二次错误 对 因为第二次错误也是 重复错误也是会产生 那个叫做潜意识的习惯模式 对 就是一直不断的跑出来 那谈到静心的话 可能很多人这时候脑袋有一个声音 今天我们不是谈金钱与工作吗 那很多人概念的金钱 我要去赚钱啊 我要工作啊 我要变一个热爱工作的工作狂啊 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很好奇 澳洲师傅在他这么重视金钱的状况之下 他怎么样看待金钱 他也认为说 OK你应该 你本来应得的钱 你就要去赚 或者是本来应有的享受 你干嘛去放掉 或什么之类的 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边 会有点confuse 到底澳洲师傅 他怎么看待金钱 和赚取金钱 金钱是实用上的需要 是你一定要的 但是金钱绝对不是全部 换句话说 他说你金钱不见得能够买到爱 嗯哼 好 这个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是一种交换的工具 嗯哼 如果没有钱 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文化社会或文明 对 钱是重要的 但是钱绝对不能全 代表全部 对 有很多东西是你 怎么讲 你钱是没有办法买到的 对 有很多让人内在 内心很愉快的那些很深入的那些东西 是钱没有办法买 对 所以金钱给予适当的重视 嗯哼 但是你不能够说好像说 把全部的精力 全部很多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放在那上面 忽略了其他的部分 可是很多人会说 尤其一些卡奴啊什么之类的 那每天被贷款啊 负债压都喘不过气来 他怎么样让他自己 这个不要一天到晚想着金钱呢 OK他之所以会变为卡奴 就是可能他的金钱操作不当 或者是说欲望太多 对 就有这种有这种可能嘛 那所以就会提 谈到就是说 要怎么样去减少自己的欲望 嗯哼 这个部分 如果你的整个头脑的状态 都集中在那些欲望的课题 嗯哼 那些那些外在的东西的话 你的头脑都集中了 然后又使他变得很强烈 嗯哼 有时候你就是 就是内在无法控制 他变得很强烈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去追求 那就是 而且反正能够刷卡 就赶快刷卡 就赶快买了 就赶快得到这样 所以你如果把自己的内在状态 弄成那种状态 那就不好 所以你必须要有所谓的静心的功夫 来平衡你的内在 对 就说让你的能量 不要全部集中在头脑 有一部分要放在心 有一部分甚至要回归到你的中心 灵魂的部分 好那这样你的内在比较平衡的时候 你对物欲就不会那么强 但如果对于现实已经存在很大压力 已经存在很大的压力 那你有什么建议 就说已经他已经 对他已经没有办法 他账单如雪片般的飞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因为的确很多人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人的确这个状态 那这样的话 还是只能说 倒着走吗 就是还是只能说 往回 然后要先 先检讨自己的内在 我觉得很多 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内在的状态而所造成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一些现实是 我们已经没办法改变 账单来就是来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我们内在环境不再改变 可能那个洞会越来越大 对 但如果我们内在 如果去做一个提升超越的话 其实我自己有 其实我自己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的时候 我也当过一阵子的卡 真的 对对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你越是集中焦点 在想在和在的来源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没有办法解决 会陷入很深层的恐惧跟焦虑当中 可是当你去想说 你真的回归到内心 去看自己的生活 看自己现在发生什么事 看自己当每一笔账单来的时候 你的那个直觉式的反应 去看到你那个反应 造成你什么样的结果的时候 我发现有时候的确 也许我现在或者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 现在身处于金钱压力的任何明确的答案 可是那个答案往往在自己内心当中 对对对 像我那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说 当我去看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更亲密的脑袋说 好那我是不是去面对这个债务 我是不是去面对这个银行 我是不是去做有效的协商 然后呢 我是不是在想办法再去开源 而不是像人家说 什么好赚再去那个 往往什么好赚再去追的时候 往往可能又给你挖一个更大的坑 去跳进去这样子 我觉得你的讲法很好 就是说你有把一个点 我认为很好一点 就是说带到内在的觉知 所以你去觉知你那个状态 你之所以造成这样 所以变成说 你要自己要检讨自己的内在 要往内看 不要一直往外看 一直往外看 你就是会一直把那个洞一直挖进去 所以你如果往内看 你去看那个感觉 那个背负债负的感觉 其实是很不好 所以你就会想比较 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 而且比较不会背一些 因为很多人知道你有债 所以他用更大的欲望 比如说来吸引你 多短时间赚多少钱来吸引你 这往往都是很多限制 其实那个往往又更困难 越来越大 那刚刚谈到的是一个极端 就是那种负债的 但有另外一种极端 工作况 对他拥有了一切 可是他不断地陷入那种模式 在澳洲师傅里面还要怎么认为呢 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走入另外一个极端 那个极端就是用头脑 用头脑 然后用头脑又走到极端 其实我们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 如果你头脑没有说用得很深入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比别人更 更上一层楼 比别人更优秀 所以你就在那个用的当中 就变成一种习惯模式 变成就是很狂热的进入的那个方向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内在有觉知的话 你就觉知说 我这样工作狂这样下去的话 其实已经有损害到身体 或是有什么问题 然后其实是不是能够真正增加你的快乐 所以你上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 认真工作跟工作狂有什么区分 认真工作就是在工作的时间里面 你很投入很全然 但是在不工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休息可以游戏 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不生产的事情 我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人的头脑会集中在 所谓的有用的部分 对 集中在有用的部分 然后你看我们的地球 我们地球有十分之 十分之七是海洋 对 十分之三是陆地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个十分之三的陆地里面 大概有十分之二是山里 对 这十分之一才是平地我们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活动时间 都是在这个十分之一的平地里面 对 偶尔也会去山里 偶尔也会去海洋 但是那个都是很少的 很少 我们绝大部分还是生活在平地里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如果想象这个十分之二的山 跟十分之七的海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活不下去 对 我们在陆地上也没有办法生活 因为水没有办法平衡 空气没有办法平衡 氧气没有办法平衡 所以换句话说 那个广大的没有用的东西 其实是很有用的 对 但是我们通常会去把头脑 把我们的能量集中在 所谓的有用的工作 这个可以产生实力的东西 我们会把头脑 但是事实上很多没有用的 比方说你去打打球 可能也不赚到什么 但是事实上是很有用的 对你的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头脑转向一个比较平衡的运作 就是说你必须做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但是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事情 我自己有一个感觉 就是当你面对比如说亲人或自己的生命镜头 说往往你过去认为很有用的 突然之间变得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你过去认为很没用的 比如说亲情啊 比如说这个所谓你刚才说的打球啊 运动甚至只是玩乐玩耍 只是玩一玩 但是你是很认真的玩这种 很享受的玩 结果到了比如说生命的尽头 或者你不管是自己 还是面对亲人的时候 你反而觉得那个才是最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好像要从生命的终点来回头看生命的现在 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看法 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看奥修师傅的这本书 其实当然这是我真正接触他的第一本 因为之前都是比较知智片语的那种文章类的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真的蛮感动的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自己也面对了一些 可能自己的亲人啊 走到生命的一个阶段啊等等的 但是anyway我觉得今天做这样的一个访问 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所有阅读经营会的朋友 都能够借我们这样的 跟钱达纳做这样的一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你亲自看这本书 那当然我们觉得时间好像都永远不够 一直很多东西想要谈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第二段先到这边 那在我们第三段当中呢 各位一定很好奇 就是说奥修出版 他本身出版一系列奥修师傅的书籍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很希望 这个现在他能够跟我们谈一谈 在这整个出版的一个理念 和奥修师傅相关的著作书籍 对于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内容 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接着呢我们就进入金钱与工作 这本书的最后访问内容 访问的对象是千达那 那在我们前两段当中 针对金钱与工作这本书 其实各位朋友 如果你听到这边的话 我们前面谈了很多 其实主轴还是环绕在这本书 我很怕我们很多听众 听到后面觉得 我好像差题其实并没有 其实奥修师傅在这本书里面 真的让我有一个深刻的感觉 你不用担心说你看完之后 你会失去了所谓的赚钱的动力 你更不用担心说你看完了之后 你对于你现在的工作 或者是生活没有任何帮助 其实我觉得这一律都是没有必要的 反而我可以告诉你也是 你更能够从这本书当中看到 你在赚钱的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和你在不赚钱的时候的你 这两个状态之间有什么差别 而可以去彼此相互效力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那当然如果这是一路我自己在乱盖 那各位我看机器你就要关掉了 那我们还是要请前达他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开始 因为你翻译了好多 我觉得叹为观止你知道吗 你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奥修 怎么开始翻译他的书籍 那你在翻译他的书籍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你自己的内在对话 内心的感受 那些是什么可以帮我们谈一谈 我怎么开始的 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 事实上内心也有很多冲突 因为我也是一个蛮走极端的人 那当你的头脑走极端的时候 你内在就会有不平衡 所以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个生病的人 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就未出学 我在初中考上高中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暑假 两个月 我每天读12个小时的英文 就穷追蒙打 就走极端嘛 我觉得英文可以累积 就你多读一点以后 高中以后可以少读一点 但是那个头脑走极端 是使你身体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然后我到大二的时候 有一次是崩溃的 头脑已经觉得负荷太重了 就不要 我不想再火了 读书也没什么用 就说你看你读台大 但是你过得那么苦 人家读普通的学校 过得那么快乐 那你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就有崩溃 所以我的内在是生病的 那那个生病的原因是因为走极端 那当时没有像奥秀这一类的书 我只是看到一些心理学 就是从心理 比方说我胃病的时候 我开始去看生理学 为什么我会导致胃病 别人为什么不会胃病 我为什么会胃病 问题出在哪里 那是胃跟心理很有关系 对 所以是从心理 然后就去看心理学 那心理学觉得不够就看心理分析 然后就会涉及一些人生的哲学 对 我当时看的也都是一些很有名的 心理分析学家 或者是一些哲学家的 跟人的有关系 那那些思想也是有一些帮助我 但是冥冥之中 导向一个真理的方向 后来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才碰到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 我觉得他教得非常好 他就是奥修的门徒 我从那里认识奥修的书 所以我就开始看奥修的书 我看了三十本之后 我觉得坊间杂七杂八的书出那么多了 像奥修这么宝贵的书应该把它出来 所以我就开始去学翻译 刚好我对英文也有兴趣 所以就开始 那当然开始翻译的时候 比较没有那么顺 但是有一些英文老师 或是中文老师 他们会帮我校对 所以就改善我的翻译的 那个技巧跟那个方式 所以我就在那个当中 就渐渐一本翻译 那第一本翻译出来 叫道之门 那个时候大家也还不太知道 所以卖的不好 那那个书店的老板就不想再出第二本 我说第二本我投资 就要印刷多少钱我全部出 就是编辑什么的费用我全部出 那书如果能够卖的话 我们就分那个利润 那书如果不能卖的话 我负责 概括承受 对我概括承受 就卖不出去全部算我的 因为是我投资的嘛 他就讲说这个可以 就是反正卖不出去你负责 没料 赚了你负责 赚了我们可以 这不会亏 所以我就继续出 我有信心嘛 因为我看过很多书 所以我知道他的书是最好的 所以就继续出第二本 第三本 第四本一直出下去 出到一个阶段 差不多十二本的时候 他们跟我之间有一些意见 因为他们我要拿更多的书 他们就说那你这样会影响我的销售 我说你我拿更多的书去卖给我的读者这样 那你可以再印啊 他们就说这样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变成就是自己成立一个奥修出版社 就专门出奥修的社 因为我对他的东西很有信心 其实我是找到的 我找到的最好的书 就是我人生中找到的最好的书 有很多坊间有很多书 就是好像是在修剪你的职业 但是那些职业修剪完之后 就又会长出来 那如果你从根部去改变的话 比方说你从深入静心 然后你变得很清明 你看出他的问题之所在 你以后就不会再去犯同样的错误 像我以前我还在追寻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会去找那个如何解决烦恼的书 如何解决烦恼书 但是我看完一本书 就觉得好像当下好像觉得说 好像怀恼变少了 但是隔两个月之后 同样又陷入心情的低潮 它没有真正改变 只是表面上讲一些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 但是根部没有被解决 所以我所希望的是 我们看那种有深入智慧的书 就是说你看了之后 你可以真正深入到人的内在的核心 然后可以把问题真正从那里根部调整 我比较推荐的是这样的书 所以其实我觉得好 我们一般在阅读或者学习任何东西 随得有用还是没有用 我觉得要重新定 好那我们再讲有用跟没有用 我以前都在看这些心理学的书 那我在 我在自己在想说 我为什么都兴趣这些不赚钱的书 别人都是去赚钱 我都在看这些书这样 但是后来这个成为我最赚钱的东西 我幻议这个书就是我从兴趣着手 这个书变成我最赚钱的东西 对 这个我觉得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不要走恐惧带你走的路 就有时候我们所谓的认为说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其实那不是自己认为有用 是很多社会的讯息告诉我们 你应该怎么样 那你会觉得如果不应该 我没有这样的话 我会损失什么 所以你就会恐惧 那恐惧趋使你去 去做一些好像 不是真正属于你在要的东西 对 恐惧趋使你去做一些 可能是爸爸妈妈说 或者是社会怎么说 说可以走这个比较好 结果到头来你走了 可是很不开心 对 所以奥修其中的一个理念很重要 就是说要成为真实的自己 要忠于自己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觉得奥修师傅的书 就是让我自己看下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 在某种程度上 我看每一本书 都是一种我跟作者的对话 可是奥修师傅的书 变成是 奥修师傅的 这个所谓的文字 或者他的概念 变成是我自己 跟我自己的对话 我自己的一种 去澄清自己 去在做内在的一些辨证 甚至于只是内在的一个领悟 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辨证 就看完之后 也不是书这样告诉我的 就我自己认为 就领悟 这件事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 我觉得那是一种礼物 而且那种直觉 说不出什么证据跟道理 但是通常是对的 通常是对的 而且通常 而且就算结果跟你预期有点落差 但是你不会不开心 你不会有那种很深层的失落感 好像我没有买到这只股票很失落 不会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你的感觉是对的 奥修的东西是内在的科学 这是内在真实的一个状态 也可以讲是内在的真理 那奥修师傅 近期有哪些书 可以跟我们所听众 10月中旬 我们会出一本书叫佛卡 佛卡 佛卡 10月中旬会出 它是奥修讲佛陀的理念 那本书的资料是来自 佛陀法聚经 但是都是奥修讲解释佛陀的理念 那些53张卡 就是每一个礼拜你可以放一张 那就是说把佛陀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讯息跟教导 放在你的内心去 好像去琢磨 那对你是个人是修行 跟你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 那这一次我们谈的是金钱与工作这本书 那有没有针对这个主轴相关延伸出去 相关延伸出去的东西 可以我们再来了解的东西 我是想到有一本 就是说金钱与工作是我们生活面很重要的事情 对 那有一本书叫女人与婚姻 女人与婚姻 那个是跟一个身为一个女人 或是女人其实跟男人也是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是跟人有关系 跟婚姻这也都是跟人息息相关的这些主题 其实这样的东西也是 我觉得也是重要 比方说爱 性跟这些婚姻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对人生也是很重要的 那你如何从这里面当中 得到一个正确的观念 对你来讲人生的指引是非常好的 对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请钱与那好 跟我们所有阅读经营会的朋友 听到这边跟我们分享一句你的智慧语言 对 所以我就是说我们看的书 其实我还是回到这里 就是说我们看的书要是 真正能够达到内在深入的了解 对 这个对人是最有帮助的 对 那我所我非常相信是奥修大师的理念 是他是第一手的资料 然后他是可以解决人内在的最深层的问题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能够吸取奥修的智慧 奥修是一个智慧的明灯 对 然后用奥修的东西来指引你的人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幸福 所以对我来讲认识奥修是比我当时拿到硕士学位更重要 我觉得真的去发挥自己内在的价值 这是我觉得我看奥修师傅的一个书 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力量 他不是要我去相信 相信一个外在的一个信仰 或者外在的一个物质或什么的 他要我是相信我自己内心 对对对 那个最纯粹的 那个最真实的 没有经过那种所谓的社会啊 父母啊过度的硕化 社会化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给我很大 环补归真 没错 那给我很大的力量 当然我觉得每一次访问我自己都有不同的心情的一个感受 那这一次跟全党纳修做的这样的一个访问 真的除了会有一种不想要结束的感觉之外 我觉得更有一种 我觉得在阅读基因会每周为各位做一本书的一个访问的过程中 也希望我们约修基因会越来越谈的介绍的书 都是让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真正有帮助的书籍 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到这边 我们再次谢谢千达娜 谢谢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也期待日后能够陆陆续续推荐更多的好书 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那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再会